Angel Abyss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絲 你知道嗎 我現在開了這一款遊戲 叫做Minecraft 今天我要來玩的一款遊戲叫做 Minecraft Angel Abyss 那這個東西是由一位日本人 他花了4500小時做出來的遊戲 4500小時耶 你有在多少事情上面花這麼多時間過 而且連BGM都是去特地訂做的 所以可以聽出來有點不一樣對吧 還有歌聲耶 這款遊戲他是一個動作遊戲喔 然後我會玩這一款就是因為 我在推特上面看到呢 作者他做了一些超級浮誇的武器的攻擊特效喔 所以我就很有興趣 到底玩起來會是什麼樣子耶 然後我現在人物呢 也不像是我平常在用的那個阿絲 我這個人物好像是 後面大家有看到嗎 那個很蠻大的一個畫喔 那個畫的女主角的Minecraft模型的樣子嗎 哇塞這個畫也太漂亮有夠精緻的 哇超美耶 而且我連蹲下都可以像這樣子防守 好啦那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雖然我沒有玩過愛爾登法環 不過這個遊戲呢 它是一個完全的動作遊戲 而且你看我還可以像這樣子 往前飛撲的感覺嗎 哈哈哈哈 完完全全不能理解喔 簡單說就是會飛來飛去的愛爾登法環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玩完 總之我今天就是玩個可能一個小時左右吧 試試看味道怎麼樣喔 畢竟我對這種魂系的遊戲呢 實在不是說很有天分喔 總之這個場景看起來這邊蠻多人在互搞的耶 這邊在幹嘛 喔 他的朋友們喔 喔哈哈哈 好酷喔 還可以這樣做喔 我也好想要從那個視角看看這個樣子喔 喔 真好 好啦不要再做那邊有的沒的幻想了 然後就是這個東西會轉過頭耶 這是什麼東西啊 NPC右鍵的話可以講話喔 這個在幹嘛 啊 這個是作者 叫做雷魯啦 好啦那 總之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按這個地方喔 喔喔有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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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動畫耶 我什麼也想不起來 一邊感受著無力感 我醒了過來 喔 我們主角是在沉眠是吧 但是 為什麼我的心裡還是非常的平靜呢 現在 我只想要像這樣子繼續睡著 反正現實什麼的 一片醜陋 什麼都不可能會實現的 我的頭正痛著 喔喔喔 有另外一個人出現耶 槍 喔 姐姐 我有妹妹耶各位 欸 我有妹妹 我的妹妹 不可能啊 我愛的 莉...莉娜莉亞嗎 莉娜莉亞是她妹妹的名字喔 那天被災害捲入死掉了才對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竟然看得懂耶 不是看得懂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 哇好精緻喔各位 而且這個背景畫面也好美喔 然後這個是我 人物超可愛的耶 這樣看起來的感覺 然後我看一下喔 下一頁是什麼 終於找到你了 姐姐 雖然還有點找 但是我們該差不多去外面了 這裡雖然還是有姐姐的 好味道就是了 原來是一個百合嗎 好可愛喔 好讚喔 好讚喔 這個孩子是誰 好像是蠻喜愛我的人的感覺 真是可疑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有一個 忘不了的香味喔 我也這麼變態嗎 姐姐 我知道了 我們出發吧 好酷喔 總之我應該是要先出去找 妹妹的樣子喔 然後這裡是哪裡啊 是封印洞窟嗎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是被封印的人啊 好深深的感覺喔 然後再來我要做的事情 好像就是沿著這個洞窟這樣子走出去是吧 哇 哇好漂亮喔這個地方 哇塞 欸哇塞 這個石頭還會反光耶 我現在有裝了一個 叫做RTX的一個光影喔 我以前從來沒有裝過那種東西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石頭還會反光 哈哈哈 比我房間地板還乾淨欸我的天啊 好啦那再往前的話 啊我看到了 欸那是我的妹妹 各位 那是我的妹妹 欸等一下這邊有怪怪的東西欸 蛤這什麼 這是鍛造爐嗎 不確定欸 這可以採嗎 哈哈哈好像不行欸 好啦那總之我來看一下妹妹要講什麼 哇 很好啊 好可愛喔 欸等一下為什麼 妹妹怎麼好像長得比我高啊 喂 喂妹妹你怎麼長得比我高啊 哈哈哈 我睡太久了嗎 哦我們姐妹直接結合欸 嘿嘿嘿嘿嘿 只不過我的胸部應該比她大啦 她是平的 我的呢 怎麼好像也是平的啊 好啦總之我來跟她講講看話喔 沒事嗎 再休息一下吧姐姐 喔 欸阿倫欸 阿倫怎麼就這樣不見了 我先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附魔台有寫字喔 關於附魔台只要站上去之後 呃直接坐上去 站上去試試看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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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傳送到別的空間來了欸 這裡是哪裡啊 喔好像是一個 呃算是什麼地方啊 起始點的感覺嗎 然後妹妹也在這裡 來跟她講一下話喔 姐姐你不記得我的事情了嗎 對不起 我沒有任何的記憶了 不要在意我是莉娜莉亞 我的事情就算不記得 只要一起 只要在一起的話就好了 比起那個 欸你必須要把這個世界給修復 這是你唯一的使命 蛤我還有使命喔 喔喔喔我好像知道了 我的使命應該就是要打怪物吧 哈哈哈非常的簡單喔 應該就是那樣吧 然後記憶會在進化的途中 好像有可能會回來的感覺嗎 什麼意思 我的使命是什麼意思 使命就是使命啊 哈哈哈你在講什麼廢話 欸欸 姐姐是最後的天使 所以這個世界能進化的只剩下姐姐而已了 喔所以我是天使喔 喔世界觀我是天使的感覺就對了 我要用我的力量去進化這個世界的感覺喔 喔所以故事大概就是 我要用我的力量去把所有的邪惡怪物都給 給殺掉的意思對吧 那樣就等於是進化喔 哈哈哈 也太暴力了了吧 這個進化方式 然後來看一下喔 這邊可以把BGM給關掉 BGM就留著好了 這樣我就不用上BGM了 很方便喔 哈哈哈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菜鳥模式 菜鳥模式跟普通模式喔 我們玩玩看普通模式好了 敵人的傷害就是一般的傷害量喔 感覺之後還會出現什麼困難模式的對吧 然後這邊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就先不理他了 欸還可以選擇武器耶 要踩進去嗎 哇 哇哈哈 這什麼東西 這是麥塊嗎 好漂亮喔 然後來看一下喔 這本書裡面有寫說 武器只能使用一種喔 然後要用 喔 靈魂 就是剛剛右下角 這邊有寫一個SOL喔 那個東西是錢啊 我用500塊就可以買武器的樣子 然後用5000塊可以進化喔 也太貴了吧 不曉得錢好不好賺耶 然後有雙刀流耶 這個是雙刀耶 還有大鐮刀 喔大鐮刀一定很帥耶 跟大鎚喔 喔喔喔喔 還有 這個是拳套吧 我猜應該是拳套 還有弓箭 弓箭小朋友才拿弓箭喔 跟戰斧 戰斧感覺很難用耶 慈愛 慈愛可以補血嗎 這個是法杖的意思吧 我猜 還有這邊有一個叫做 一半的 斗賴 什麼叫斗賴啊 一半斗賴 嘿 哈 哈 不是那個耶 一半耶 哈 哈 不確定是什麼喔 我比較有興趣的果然還是大鐮刀喔 大鐮刀很帥啊 而且還有兩邊耶 這有什麼差嗎 造型有差而已是吧 這一個 喔喔喔喔 這是進化之後的喔 要先拿這個是吧 我沒有錢喔 我現在沒錢是吧 妹妹你在哪 姐姐為了要拯救世界 目前有點缺錢 妹妹你有錢嗎 沒有錢就 喔不能 我不能再講下去了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法杖耶 那不然法杖咧 要兩萬塊 哈哈哈 法杖怎麼 最貴啊 好啦那 看來我目前還沒有任何錢喔 喔喔喔喔 怎麼了怎麼了 我手上多了一把武器耶 欸 我有雙刀了 喔喔喔 我的妹妹是一把武器 哈哈哈 這邊有寫 莉娜 莉娜 欸莉娜莉娜喔 莉娜莉娜 她不是莉娜莉娜 是莉娜莉娜喔 原來莉娜莉娜 是一個 那個 呃武器是吧 就跟那個 刀劍神域的某個 某個 變成刀的那個人一樣喔 然後 欸 我的手怎麼好像有點bug啊 這是錯覺嗎 喔喔喔喔你們有看到嗎 這是什麼 喔 我可以按著然後就可以有蓄力攻擊喔 可以像這樣子蓄力攻擊 然後我可以在空中這樣子 往前跳去躲攻擊就對了 喔喔喔喔 所以才叫做動作遊戲啊 好啦那 總之我們要進去的地方應該就是這裡吧 喔這地獄門也太漂亮了吧 這是地獄門嗎 我們要選擇地方 選擇前往的位置喔 喔好漂亮喔 喔我好像看懂耶 這個是 小地圖的感覺啦 我們目前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應該是這裡 然後到時候在網內就是一個 最裡面的城鎮的地方 再往左這邊之後會有一個 剛剛我看到的那個嗎 然後往內走到最後的話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魔王城喔 毀壞之城堡吧 應該可以這樣講 啊等一下我看到了啦 這個上面有一塊壓力板 哈哈 我們要從這個地方開始出發喔 叫做原始的 盧屋的地方嗎 喔出現了 哇好壯觀喔 這什麼地方啊 這裡 喔就是最一開始那個地方啦 我剛才進入那邊之後 把我的妹妹變成劍了是吧 喔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走的地方 就是這裡對吧 咦 那是什麼 那個是污秽 怎麼這麼 這麼直接啊 直接把人家叫做污秽是吧 只要把那些進化 能把那些東西進化的只有姐姐你而已 但是 要塔島那種的東西實在是 沒關係 我會變成姐姐的劍 所以不用擔心的 你 你有這種能力嗎 那麼 來囉 姐姐 要上了是吧 要上了 在哪裡我看一下 誤會在哪裡 左劍的話可以這樣子攻擊嗎 喔 哈哈 這個是我的拳頭嗎 還是我到底是有沒有拿劍啊 然後再按右鍵的話可以攻擊 喔出現了 這什麼東西好大隻喔 喔 這個就是第一開始的敵人嗎 喔 而且他們的攻擊還是可以躲的嗎 我試試看喔 嘿 可以躲耶 哇 好酷喔 那我用個蓄力攻擊的話就是這樣連續攻擊嗎 那好像難度也沒有很高嘛 這遊戲 嘿嘿嘿嘿 一定很簡單的好不好 然後他說什麼東西 如果用Shift 這樣子蹲下的話可以防禦 防禦的話會減少一半的傷害喔 被攻擊的傷害我來試試看喔 來打我 欸 蹲 喂 完全防禦住了 然後再來用這個 再躲一下 往後再往前 欸 然後等級也提升了耶 唉唷 全部敵人肅清了嗎 看起來 然後我還拿到經驗值跟靈魂喔 目前是二等 兩等喔 然後只要按兩次的話就可以連續的 那個空中二段跳試吧 然後 喔 所以我接下來是要去這個地方喔 喔喔 我這個跳得上去嗎 等一下喔 哈哈 喔我現在是要先學會怎麼攻擊跟跳躍是吧 嘿 欸 怎麼有點難啊 哈哈哈 他一直在跳出那個 跟我說按兩次跳躍的話可以二段跳喔 可是 可是二段跳我也跳得起來 但是 上不去啊 然後我剛才有發現啊 我手上有一罐 不對是五罐回復藥耶 那五罐回復藥應該就是到時候可以讓我 補血用的吧 只是真的會受傷嗎 嘿嘿嘿 喔有了有了 爬上去了 只是有點困難耶 喔欸 這個操作好像有點難耶 我再試一次喔 嘿 喔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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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往側邊滑過去喔 好啦那我們再來就繼續往前吧 哇 這邊的山好高一座喔 喔哈哈哈哈 真的超漂亮的啦 喔喔喔 這是什麼地方啊 神殿耶 喔喔喔喔 好壯觀喔 哇賽 超級有神聖氛圍的耶 不過有神聖氛圍應該還是有很多髒東西在的吧 所以我先往前跳喔 喔喔 這裡有什麼東西 我來看一下喔 啊 後面還有一條路啊 我們要從這個王座往後走喔 然後 要拉這個嗎 嗯 不是耶 這是什麼意思 啊啊 我喝到藥水了 哈哈哈哈 超級浪費 哇 我的藥水 這個該不會是解謎吧 沒那麼誇張吧 啊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這個要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怎麼會一直卡關啊 喔 不是啦 是要走那邊啊 我走錯路了 應該是之後才要往那邊走喔 我想一下地圖剛剛是什麼樣子耶 完蛋了我想不起來了 總之我們先往內走喔 哇 哇 好黑喔大家看的到畫面嗎 哇賽 這是什麼地方 我什麼都看不到耶 喔 我進來了 這裡是以前 有很多很多人 非常熱鬧的城鎮 現在已經變得非常的多了 殘破不堪的狀態 我到現在還是 就是很熱鬧的氛圍 還是很喜歡的 那是妹妹在講的喔 喔 回不去了啦 等一下這個東西是幹嘛的 這該不會是存點吧 還是我可以補藥水 喔是回到初始之震的地方喔 我懂了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 回到這邊之後 再來就決定 我等一下 就是可能解鎖去過的地方喔 喔 就是城鎮入口啦 好 那我再回去看一下東西嗎 不要好了 等一下再回去喔 反正我現在也沒錢 買不了武器的 總之我們先繼續往前喔 往前之後 從這個地方繼續吧 這邊有一個驚嘆號耶 這什麼東西 是怪物的意思喔 哇好痛喔 怎麼就這樣突然攻擊我了 嘿嘿 喔還行還行 喔好痛 那個傷害不是普通膏的耶 欸然後我的藥水補回五罐了 看來應該還好喔 藥水也不用那麼省的 我就扣血的時候喝一罐好了 喔然後喝水的時候會減速喔 我就要抓好時機 不能在boss的面前 就是可能攻擊的 敵人在攻擊的狀態的時候 喝水就對了 然後目前好像都只有這些 誤會怪物而已 而且我只要靠近他們我 就會被撞耶 喔好痛 它那個棒子好像 比想像中的距離還要長耶 總之我再喝一罐水再說喔 啊我喝水的時候 跳躍好像也會減速耶 這個還會出嗎 喔不會出了 只要打過一次那個驚嘆號 就不會再出怪了我猜 OK那再來就是往這個上面吧 這個真的是 古時候的那種高級城鎮的感覺耶 哈哈哈哈 比我家還乾淨都沒灰塵 那再來就是稍微探索一下喔 我看一下要去哪裡 應該是這條吧 這邊有一座獅子橋要掉下去了 沒事 然後再往上的話 這邊有一個洞口我可以下去喔 感覺好像很危險耶 ふ覆嘻嗚 喔哇哦 那個是小boss嗎 我可以從這邊打到他嗎 唷不行耶 他還跳過來耶 傷害怎麼有點高 他還會瞬移高里 guidance阿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要怎麼解決 嗯哩 沒事 他攻擊的時候我在跳開應該就好了 他瞬移跟攻擊不會同時按喔 OK 打一下 打一下 嘿 嘿取ее OK這樣就解決了 然後我的什麼東西技能上升了 可以去設定技能的屬性的效果 應該是我的能力可以上升的意思 中間有一個四點 那四點好像是我可以點能力 讓我的能力值越來越高的感覺 叫做token 總之我再看一下這邊怎麼樣 為什麼過不去 有按鈕啦 腐朽成正的最深處 最深處這麼快就來最深處 沒問題嗎 總之不管他我再繼續往前看 這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NPC耶 我不小心打了一下 這NPC幹嘛 這是個村民我剛剛聽到他叫了 你看起來要通過這裡還不夠覺悟啊 那麼你先去看一下 這個附近的有一個洞窟 然後 讓我把膽養大之後再來的意思 應該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說他叫我去那個地方吧 怎麼會一直跳下來啊 這個二段跳雖然移動蠻方便的 但是會一直讓我跳歪欸 因為他好像是朝著人物走的位置跳的 唉呀喂 它會不會逮 你這樣不太對吧 我想要去我那個強化屬性的地方 不過在那之前把這個小王八蛋打掉好了 怎麼有點痛啊 這傢伙有點強欸 沒關係我可以隔牆把牠砍死吧 OKOK 六等了 欸 六等了 滿等不曉得是幾等欸 一百等之類的嗎 總之我先把這邊的怪打掉之後 跳進去好了 然後跳進來之後 我應該等一下就可以補藥水了吧 我要去哪裡補藥水啊 還是我的藥水其實會沒有啊 總之我先往這個地方喔 應該是這裡 這裡二樓有一個地方 應該是類似商店還是 對 強化東西用的地方喔 哇 好多喔 這個是藥水恢復量增加 跟藥水的攜帶量增加喔 喔 應該用不到 最大生命值增加 還有什麼 呃 什麼東西的成功時間增加 Party Party是什麼 防禦的意思嗎 然後 喔 跳躍的時候速度可以強化欸 然後後面還有一大堆什麼 更強的效果的感覺 每12秒 會對1 2 3 點3次的話 會有 三個雷的樣子喔 然後 電怪物的樣子嗎 哈哈哈 好酷喔 還有 彈小鬼欸 敵人在附近的時候 移動速度會增加一秒喔 欸 好多東西喔 欸 這個好像看起來超強欸 應該是技能喔 叫做斷墜 超級中二 然後他好像可以讓敵人的 就是體力減少20%的一個斷墜之壘會落下喔 我來試試看喔 喔 這樣就可以點喔 欸 我點了兩次欸 這個沒問題嗎 我會不會超浪費啊 哈哈哈 算了 不管他喔 然後再來用個 起始回升好了 體力20%的時候移動速度跟再生會增加的樣子 欸 然後好像拉下去就不要拉上來了欸 我該不會 浪費了兩點吧 我好像浪費了兩點欸 欸 哈哈哈 這是什麼 然後這邊還有回收 喔 算了 來不及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體力了 蛤 有嗎 喔 這個可以把我的東西給拿回來啦 就是武器還有回復藥嗎 應該是這樣子 只要升等之後就可以把我的 Token給拿回來喔 那我這樣剛剛是不是虧了很多啊 我這邊技能是不是可以全點啊 欸 這麼好的嗎 那我先把後面的這個無消喔 體力最大量的時候 Party Party我到現在還是不懂是什麼 哈哈哈 總之玩下去應該就懂了 然後還有這個子雷跟 呃 我看一下喔 移動速度增加 呃 最大生命增加跟 藥水回復量增加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樣應該就變得很輕鬆了吧 不太會死了 我的血量變13格了 然後再來應該要去的是這裡 我們準備去洞窟探索吧 呃 我看一下喔 這裡吧 喔 喔 喔 是往下的喔 唉呦 唉呦 這個水好恐怖喔 呵呵 整個都是綠的耶 喔喔 有蠟燭耶 然後這邊也有升等的那個東西 我們先往內深處去看看吧 蛤 這是誰 有一個問號問號 姐姐 那個人已經 不是人了 他是什麼東西我看不太懂 我要幫助人們 為了守護 為了守護 什麼東西 BOSS喔 哇 守護靈 哇 哇 這個叫做 捷克 捷克 捷克斯 捷克斯嗎 應該是這樣講吧 哇 好痛 這什麼東西 怎麼比我想像中強很多啊 然後他好像有被我的弱雷攻擊的樣子 我應該只要躲掉他那個 剛剛丟出來的那個 嗚嘿 還有突然往前衝的喔 嗚嗚 喔我應該要防守對吧 先往外跳 然後防守一下 他拿的是大槌 防守 有有有防觸了 傷害減少了很多喔 像這樣子 再防守一下 就可以減少他很多很多的傷害喔 哇 等一下 哇 欸 我打輸了 這麼強喔 我看他剛剛好像有兩招 一招是會往前突進 還有一招會拿他的錘子錘地板的感覺嗎 然後讓那個周圍附近好像都會有攻擊 以及還有最後一招應該是 會連續錘擊的感覺喔 總之我再去試一次試試看吧 沒想到他叫我來鍛鍊 叫我來這個洞窟裡面 是要來打BOSS喔 哈哈哈哈 我完全沒想到這裡面是BOSS耶 好啦 那我們再過來喔 再看一次 所以他是已經墮落的一個騎士守護者的樣子喔 總之等他靠近的時候 他剛剛竟然躲我的攻擊耶 喔喔 喔喔 喔欸 防住了 我剛剛用這個蓄力攻擊打他他竟然躲 他竟然防住耶 還是躲掉之類的 OK 然後再來用這個 連續攻擊 防守 然後往後 哇 他還有一個斬擊坡耶 會不會下藥水喔 然後接下來再從左邊 防守 然後右鍵 再往後跳 OKOK可以可以他剩下半條線了 然後再往前用這個連續斬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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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你家有點啦 你怎麼傷害有點低啊 往後跳 沒事 這什麼東西 還有第二階段喔 這什麼 這是minecraft嗎 還可以這樣玩的喔 哇 哎唷 幹嘛 變成剁天使了 他是剁天使喔 所以他也是跟我一樣原本是天使 只是他現在已經落落了 太痛了吧 我也渴望了天使 太痛了太痛了太痛了 這個是第一隻boss而已吧 防守 然後右鍵 防守 啊沒幫到 然後再往右邊喔 再往右邊轉 我就這樣順時聲打他好了 然後感覺他好像停住的時候就是要 攻擊我丟一些技能之類的 然後趁這個時候 我抓好那個劍格的時機 然後用我的那個連續斬擊打他應該就好了 哇 往後逃 往後逃 來來喝一下水 然後再往後逃 完蛋了 沒有水了 然後剛才被他打了一下 防守 防不住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麼比想像中還要搶啊 欸搞什麼 等一下不可能 不可能我們遊戲不可能那麼弱 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像太看得起自己了嗎 然後他寫著是渴望天使 他是渴望有人需要他的感覺吧 我猜 我先把他打到二階段再說好了 我只要打到半血他就二階段然後會滿血了啦 難怪 原來是這樣喔 我還有三瓶水應該還有機會啦 先趁這個時間 然後防守 哇 不能連續招架 好痛喔 他的傷害比我想像中還高耶 往後跳一下 喔好痛 喔好痛 他那一把 一把劍丟到我的傷害就已經超不得了了耶 然後 我看一下喔 先往右跳 然後還有一次 欸 那個兩下都要用跳的才有辦法躲掉耶 哇賽 怎麼這麼痛啊 哈哈哈哈 呃呃呃呃 呃呃 呃呃呃 不是 不是 為什麼有兩隻 哈哈哈哈哈哈 一隻就夠了 你竟然給我出兩隻 這個不太對吧 啊 啊 要出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要怎麼打 哈哈哈哈 哈哈 不太對的吧 這樣不太對吧 我能夠把一隻打到二階段嗎 喔 等一下會不會一二階都有啊 好像會有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哦 真的有兩隻啊 各位 有一個守門員跟一個渴望天使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想到 一個就打不贏了 我還有兩個人啊 哦哦 成功回來了 欸 等一下啊 各位 我發現 這個天賦不能全部點啊 也是啦 怎麼可能 可以全部點啊 我好像只能點四招的樣子哦 哈哈哈哈 哈 啊 那這樣子好困難哦 OK 那我挑了四招哦 紫雷 十二秒會落雷 然後 還有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還是滲樓的 每二十五秒的期間 如果受到傷害的話會無效化 以及後面還有兩招 一招就是斷墜剛剛看到的 扣二十八體力以及七死回生哦 總共這四招應該就夠強了啦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出發再去打一次 那個BOSS吧 在這期間我又死了超級多次哦 所以我就直接乾脆閉嘴打 啊打一打之後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打得越來越熟練了 哈哈哈哈 像這樣子哦 哇 我剛剛打得超順耶 你們有看到嗎 呵呵呵 然後現在到第二階段了 那我第二階段應該可以這麼順吧 往左跳 啊來不及 那個動作真的是有夠快的啊 完全來不及 哦欸欸 欸欸 還有兩下 那怎麼可能來得及 哦 哦 他傷害好高哦 各位 哈哈哈 先往右 然後吃一下藥水 吃一下藥水之後 再像這樣 再往右跳 啊欸 這什麼東西 噢 剛剛視角拉太近了 完蛋了完蛋了要出射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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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OK 他剩下半了解了 要往左邊跳 啊不行這個是連續攻擊 劃到腳部氣球 再一次 現在可以打 然後再往右跳兩次三次 再打一下啊歪掉了 一二三 然後他會再往前跳嗎 沒有我快要成功了 還有一次喝個藥水 然後拿武器 直接硬扣直接硬扣 有了 終於成功了 我的努力全部都是沒有意義的嗎 然後他說什麼東西 來不及好快啊 你今天就是這個 村莊的守門人了 今天開始請多指教啦 喔這個是村莊的人 對剛剛後面這個墮天使他怎麼還在啊 的一些日誌 這樣沒問題嗎 他還活著好像在打我耶 你從今天開始就是這個村莊的守門人了 今天開始請多指教 啊 啊 不管什麼都交給我吧 然後他好像每天都從 從身體裡面的危險當中 守護著村莊的人 然後因為世界崩壞的關係 好像那個村莊的人全部都死了 天空下下了血雨 然後絕望覆蓋了天空 不管什麼東西就從那天開始 改變了 然後也沒有任何糧食了 人們已經變得不是人了 我要守護什麼 什麼叫做守護人 我厭惡著所有的事情 不管什麼都沒辦法保護 現在就連我自己也是 喔 所以他已經被感染的意思是吧 這個是 這個人的記憶嗎 在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事吧 不要太勉強喔 他說我在讀這個日記比較勉強是吧 但是我的身體現在一直被人家打耶 哈哈哈哈 然後我好像拿到了武器記憶耶 就是剛剛這個叫做捷克斯的 他的鋸鎚嗎 我可以使用鋸鎚了 各位我可以使用鋸鎚了 不在了嗎 還好他不見了 我還以為我要繼續被打耶 總之我現在14等耶 剛剛好像升了很多等級 而且也多了一些錢喔 妹妹你在這啊 你怎麼了 妹妹剛剛打倒的人 不是姐姐剛剛打倒的人的 那個力量已經被你繼承下去了 現在就算是姐姐你也應該能夠使用 繼承力量什麼意思 現在的姐姐因為失去了力量 所以不管什麼東西都能夠繼承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失去了 為什麼 那個我也不懂 但是如果不是發生了非常稀有的事情的話 不太可能會失去意識的才對 姐姐就是那麼神奇的存在喔 這句話呢 我剛才去問了一下日本人才懂的 有一點錯字跟有缺字的感覺 妹妹的話好難懂啊 總之我們就是要繼續往前啦 我在往前之前呢 我可能要先去看一下啊 應該可以用其他武器了吧 我們把 我們把妹妹刀換掉吧 500塊就可以購買了耶 欸等一下啊 在購買錘子之前 我先拿大鐮刀好了 大鐮刀這樣子嗎 喔有了有了 哇 這什麼東西 我只是剛剛往前跑步而已 他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特化 動畫特效耶 哇 大錘好像很帥 可是他會把攻擊停住的樣子耶 不是大錘啦 是大鐮刀 欸 然後這個東西 哈哈 好猛喔 這個動作你們有看到嗎 三連擊耶 我可以在空中這樣揮舞 然後一直來回砍的感覺 欸欸欸 而且還可以彈起來耶 這怎麼 這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哈哈 好啦 那總之大概就是這樣子嘛 而且我也可以再去點一招技能了 我剛剛其實偷偷的又把一招技能給換掉了 因為我覺得血有點太少了 所以說我現在先把血量給換成70回生吧 這樣子 按錯了 這樣子 OK 那 我們就可以繼續再往前了吧 欸 是說為什麼有NPC啊 那個村民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村民是 是 村子裡面的人嗎 這個地方有一個隱形牆壁耶 我能夠飛過去嗎 欸欸我跳過去了 喔這個地方是可以跳過來了 喔 我還把怪物砍到天空去耶 這是什麼東西 OK 哇 有這個東西我就可以穿越整個地圖了吧 只是我要怎麼穿越過去啊 好啦那 跳躍遠的高度大概就是剛剛那樣吧 我又不小心喝到水了 喔 又有故事了 這裡曾經是一個大國 研究機關在考慮是否要將天使作為戰爭的兵器 引發了大問題喔 然後讓天使 因為一直殺戮的關係 所以帶著負面的感情 喔 所以大概就是天使被作為兵器 結果就變成墮天使了是吧 我怎麼感覺前面又是BOSS的場地啊 喔不是是小怪 喔好大隻喔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喔 我用這個好了 蓄力右鍵砍 喔欸全部都沒砍到 防守 防守 哈哈 欸這個距離好短喔 再一次 喔喔剛剛那什麼東西好帥 哈哈 防守 喔欸 防守 我還是用這個東西一直打他好了 喔欸喔欸 用我的左鍵打 欸欸 我是不是 原來還是有摔到虛空這回事啊 那我現在是不是也是一個墮天使啊 來來來 這次就直接拿鐮刀這樣砍他喔 蛤 啊他怎麼不見了 呵呵 他也掉下去了嗎 哈哈 好啦那不管他了 如果不在的話就沒辦法了 再來是這個地方喔 欸怎麼有兩隻會瞬移的喔 欸不是喔這兩隻也太厲害了吧 我這樣子你們都打得到 哈哈哈哈 不可思議欸 來用鐮刀 啊 掉下去了 你這樣有算我的嗎 好像沒有欸 哈哈哈哈 他們直接衝下去啦 我來試試連續攻擊好了 我怎麼覺得鐮刀不是說很適合我啊 雖然鐮刀很帥是很帥 不過 實在是有點難操縱欸 喔喔喔喔喔喔 鐮刀就砍一砍我就快死掉了 喔 十六等欸 鐮刀還蠻多的這個東西 再來再往右吧 這個地方可以再往上 而且這邊是一個天空之島欸 啊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差點掉下去變弱天使喔 我用武器往前這樣子跑好像比較快喔 比我在那邊二段跳快多了 欸然後這次看起來超強欸 不是看起來是超強 哈哈哈哈 嘿 啊沒有防住 嘿 OK 先喝藥水再說喔 唉唷哈哈哈哈 這東西要怎麼靠近啊 欸 防守 然後再砍一下 哇 這什麼東西到底怎麼飛起來了 哈哈 我不確定這個攻擊動畫到底要怎麼控制 什麼時候是什麼時候喔 不過我剛剛那樣打起來的感覺就是靠賽 而且我發現啊 防守好像是類似彈刀的感覺 我必須要在那個瞬間按下去之後才有辦法有那種效果 OK 解決了 怎麼鏡子比剛剛那個會瞬移的怪物還要少啊 欸 哈哈哈 然後這裡有一個南瓜燈欸 有點奇眼 這什麼東西啊 下面是有路的意思嗎 喔好像有欸 這裡是不是有什麼好東西 喔 喔 有NPC欸 這什麼 這裡是一個店的樣子 他叫做 龐布斯喔 這裡已經 什麼東西 他講得 他講話好快喔 喔 總之他有賣什麼東西的樣子 我可以去跟他買喔 火焰壓縮 這個大概是1000欸 怎麼這麼貴啊 買不起來 呵呵呵 喔我可以買技能啊 這個是火球術的意思啊 啊 這一招好像是 雷電光術的感覺喔 對五個敵人 欸不對 是不是可以召喚出五道雷喔 我買得起嗎 喔我買不起 呵呵呵呵 有點窮啊 OK 那我再稍微看一下這邊吧 沒想到這邊竟然有一個商店欸 然後 喔他又復活了 我還打得贏嗎 現在 呵呵呵呵 要打他實在是有點困難 招架 喔喂 那個範圍攻擊有夠大的啦 好想強化我的武器喔 不然這樣子傷害有點低喔 這就是 這個就是 浪漫啊 雖然說雙刀感覺比較強 但是這個鐮刀還是比較浪漫啊 欸然後我有錢欸 欸剛剛好 欸又 欸又是什麼詞啊 我覺得啦 感覺應該是 雷電 這個最強喔 喔 這個是一個魔法書欸 欸好帥喔 你們有看到嗎 在這裡 哇 哈哈 好帥喔 真的是一個魔法書欸 欸然後我發現我已經可以點 六招技能了欸 我再去看一下好了 我看懂了各位 這個有一個叫做 Poly的字喔 這個這個 呵呵呵 看不懂沒關係 總之這個就是招架的意思喔 就是這個 然後我如果點這招的話 我的招架時間好像 就會變長吧 不會那個 只有瞬間可以隔檔而已 OK 那再來我想要先試試看 剛剛買的這個魔法欸 它好像應該要翻譯成 雷電光速 欸這個是要瞄準欸 等一下我再試一次喔 喔好痛好痛 等一下冷靜一點 先往外跳喔 然後 瞄準他們 趙雷 哇 哇我直接把一隻電死了欸 這個東西非常難用 但是好像傷害超級高的感覺 你們有感覺嗎 那我先把這隻怪物給砍掉喔 這也太難了吧 我看一下喔 燒駕 燒駕 全部都沒中 搞什麼 我好像不太會玩這種遊戲欸 欸真的很酷欸 欸老實說 真的不是minecraft的完成度欸 你們有看到後面那些建築嗎 然後還有這把鐮刀跟這個動作 哈哈哈哈 真的不是minecraft啊這個東西 雷擊 喔 我好像用雷擊把這個東西電死就好了欸 招架 有了招架成功了 招架成功的時候會有一個 白色的身體的特效喔 而且在那個期間好像角色是無敵的 喔喔我好像找到下一條路了 應該是這裡吧 天使是感情的結晶體 那個分量強大到能夠傳達影響他人的感情 應該是這樣子的感覺吧 我的鐮刀怎麼飛在空中 哈哈哈哈超級擋路 等一下他自跳的有點快來不及看 而且背景好漂亮喔 喔哇喔 總之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妹妹在講的 愛的天使 每天都將愛的感情給散播出去 然後愛著信徒 信徒們也將那個愛給一隱而進 一隱而進 我這樣翻好像怪怪的 總之大概就是那樣的意思啦 這種循環不只是可以救人的祝福 也可以說是詛咒的一種喔 就是講一些哲學啊 哇這場景好漂亮喔 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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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這個地方跟愛的天使是有關係就對了 我猜 等一下我們要打的應該就是愛之天使吧 哇喔 然後 欸 喔喔喔喔 昌劍好漂亮喔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壯觀啊 喔然後又到下一個地方的樣子了 OK 啊我現在呢 因為已經有2300了 各位可以看到喔 哈哈哈哈 原因是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一直不小心 我怎麼被他揍一下 我就快死了 在來的路上呢 一直摔進去那個 就是虛空裡面 然後我的等級跟打怪物的數量 都一直增加了 總之我現在也習得了什麼 玩這遊戲的方法了 像這樣怪物要攻擊我的時候 我就停住 然後按招架 就有很高的機率不會被攻擊到了 但是我怎麼三次失敗了兩次 還有這把鐮刀真的超好用 我可以像這樣一直來回喔 OK 我先回去補一下血好了 哈哈哈哈 有點痛啊 喔喔喔喔 好大喔 好壯觀喔 這什麼鬼啊 那裡有捷運經過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哇 上面有一條高速公路欸 還是捷運的道路 總之我就是要往這邊下去吧 感覺應該就是一個 嗯就是到boss最後的通道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 欸然後這邊又有木材了欸 有木材的地方應該就有東西吧 喔沒有只是一棵樹 哈哈哈哈 我想太多了 所以這個城鎮就是整個被 樹木侵蝕的腐朽之陣就對了 污染了人類的心靈 還有天使的心靈的東西 就是這些污秽嘛 然後也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讓這些怪物一直 就是不停的生存在這邊產生的感覺喔 應該是這樣的感覺吧 然後我先放個雷霆喔 我發現我忘記用雷了 然後招架一下 再砍 嘿 這個東西真的超硬的啦 好想要趕快升級我的武器喔 喔好痛 先喝個藥水 然後再丟一下雷 雷霆 然後再往前 招架 沒招架住再招架 招架住了 嘿咬 嘿咬 嗚咬 再一下 解釋 OK 這樣就砍掉了 然後我要去的地方是哪裡啊 應該是這裡吧 欸 喔 我走到了一個奇怪的區域耶 這邊有一個隱藏的路線的感覺 不曉得這裡是哪裡 欸你是誰 NPC 蛤 蛤 蛤 怎麼了 當作怎麼 怎麼這樣子啊 蛤 他說怎麼會有像你這麼 狡猾的天使 我是知道我很漂亮啦 不過你也不用這樣愛慕我 等一下你是女的嗎 喔 女的話 那 或許 怎麼這邊還有活人啊 我以為整個世界都是掛掉的人呢 還是這個NPC也是天使之一啊 第一個打的那隻BOSS一樣喔 就是被污染了 只不過這個感覺是被愛之天使污染的感覺 哈哈 氛圍怪怪的 欸 欸 我出發到劇情了 他的名字叫做陸福雷 欸那邊的你 我剛才不小心掉到這裡了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你可以救我一下 可以嗎 我記得好像這附近有繩子 所以可以去幫我拿一下嗎 如果我拿過來之後 我會給你一些獎勵的 喔 欸我剛剛直接從側邊進去了 這樣沒問題嗎 他說 拜託了 只有你可以 那個幫助我了 好像不是耶 我剛剛還以為他是什麼 壞掉的天使之類的 但好像不是 然後我好像就來到了下一個區域耶 欸 我不需要救他嗎 這樣沒問題嗎 算了我先把這個打掉好了 喔 來了 是你嗎 你跟我一樣 沒有任何人愛 也沒有任何人愛你 你也太過分了吧 怎麼我才剛出來而已就講這種話 不要那麼難過 這個感覺就是愛之天使喔 他就 呃 他叫做 德來阿 德來伊阿朵 德來伊阿朵 是這樣唸嗎 哈哈 總之大概就是那樣的名字喔 那我就用這個好了 鐮刀這樣子 慢慢跟他 跳來跳去打他 好痛好痛 等一下 這東西有點強耶 喔還好還好 而且他好像是一個木精靈是不是 他會召喚一些樹出來耶 那我就像這樣子來回攻擊 應該就還好了 揮一下 然後再轉過去 再揮一下 再轉過去 我的水有點少 唉唷 他有一個直線的攻擊 哇 好痛 他拿的是法杖喔 然後會有一個 連續的那個 那是丟什麼 魔法球過來的感覺嗎 總之我先把他砍到第二階段 那看一下到底是幹嘛的喔 應該可以吧 應該有第二階段吧 沒有耶 沒有第二階嗎 喔有有的出現了 哇塞 他那個法杖好帥喔 腿杖那麼開 一定超強 我一定沒救 我沒有任何藥水了 他會飄起來耶 砍一下 我現在也是啦 欸 然後我看到了 應該就是那個吧 他說的繩子 是這裡嗎 沒想到要去找BOSS的路上 竟然 喔有了有了有了 好像不在我的身上 但是我獲得了繩子的樣子喔 沒想到在找BOSS之前 竟然剛好解掉了直線喔 已經沒有任何人在了 什麼意思 我都還沒幫他耶 啊我的獎勵耶 我的獎勵在哪裡 哈哈哈哈 我還沒拿到你就跟我說已經沒有人在了 好吧那不管他喔 我們先往後吧 OK 那我又回來了喔 這次是滿血的 所以應該有機會贏吧 福雷伊 我好像叫做福雷伊是不是耶 恩我記得不是阿 欸不對阿我根本沒有名字阿 我從頭到尾好像沒有說過我的名字叫什麼 但是他叫我福雷伊耶 喔喔喔喔好帥喔 沒關係 他應該是指向性技能 我這樣一直繞圈他應該就打不到我了 只是好像偶爾還是會被打到就是了 喔欸 喔欸 我好像沒有辦法實況耶 因為這東西喔 速度有夠快的 我就算要講的話應該也來不及講 我只能說我快要掛掉了之類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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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防禦了 防守一下喔 1 2 3 防守! 喝個回復藥 這隻好像比剛剛那隻強很多欸 我的天啊 先電他一下 然後繞一下繞一下繞一下 再打一下 不行啊 這把鐮刀我操作不得啊 打這隻boss完全沒有辦法 哈哈哈哈 他都半條血了 他快半條血我的水都快沒了 OK!差不多最後一下 這樣就2了狀態 OK! 妖總正面上我! 我要死掉了他怎麼有毒 這什麼東西 喂!你也太強了吧 我先把我的武器換回去好了 感覺雙刀好一點點欸 就是拿雙刀走沒問題了吧 先像這樣子打一下之後 然後開始躲 然後打一下之後 再跳兩下三下 還在攻擊 然後像這樣子一直繞一下就好 怎麼感覺 雙刀的傷害是不是比較低啊 剛剛用鐮刀隨便砍的時候 他血就扣差不多了 可是雙刀好像不只他會躲 而且還有那個 傷害也沒有那麼高的感覺 OK!階段2了 只是我也死得差不多了 怎麼這麼難打 我靠啦!剛剛那個直接 喂! 這要怎麼玩啊! 不行啊!我今天至少要打掉一隻吧 至少要把這個愛的天使給打倒吧 來!那這個我應該已經算是第一階段禁手了啦 然後像這樣子打一下之後 然後一直用這個方式 跳側邊就可以躲掉他大部分的攻擊了 然後再跳一下 嘿!嘿! 嘿! 跳一下!然後再打 再跳 跳! 跳!回復滿了再打 再跳 OK!就是這樣子欸 沒問題沒問題 然後再打 只是他2階段的攻擊我還不太熟喔 所以 感覺等一下還是會死很多次欸 嘿!嘿!嘿! 再打!然後砍一下 喔!還沒嗎 再砍! 1 2 3 4 要死囉! 喔!你怎麼還不...第二階段 他好像不是半條寫第二階段欸 這是三分之一條是吧 喔!怎麼了怎麼了 喔! 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要壞掉了 遊戲關掉啦 OK!各位 我剛剛試了大概一小時喔 然後用了各種方法也想過要重跑 但是又出了一些問題喔 喔!女神為什麼喔 告訴我為什麼愛之女神 為什麼你要放那麼多技能讓我電腦直接壞掉啊 哈哈哈 好了各位 我終於回來了 你們可以看到我目前的等級技能以及靈魂呢 全部的數量都變低了 原因是因為我重跑了 哈哈哈 不過我跑得蠻快的啦 剛剛那個地圖檔已經壞掉了喔 所以我只能像這樣子重弄 總之再來我就是要踩進去這個裡面喔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繼續再跟這個 樹精打架喔 我已經有先備份的地圖 所以說這次不會爆炸了 喔!有了 然後我現在也變得比較熟練了我覺得 我像這樣子砍一下嘛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要怎麼玩喔 我用這個攻擊來抖他的傷害就好了 我只要像這樣子一直繞圈圈 用我的攻擊這樣子繞圈圈應該就不會那麼容易死掉了 等一下我突然有點身體癢 抓一下癢 哈哈哈哈 這麼的有餘育你懂嗎 等一下他會往後拉 往後拉的時候我就要往外跑喔 不然會出事喔 嘿! 一二三 嘿! 一 再往外跑喔 而且我的麥克風聲應該也有一點點變啊 原因是我放的麥克風位置又改了一下 所以大家不要在意那個音量問題啊 哈哈哈哈 嘿! 快了!再來他就要第二狀態了 嘿! 我已經學會用鐮刀了喔 鐮刀超強的 啊我快死掉了欸等一下 希望不會出事喔 拜託不要再讓我卡爆了 OK!有了 他把腳張開了 沒問題啊女神的腿 那我先喝個藥水喔 然後 他是直接開技能的嗎 對 我也先用個弱雷喔 閃電弱雷 只是我的閃電弱雷怎麼啊 我現在沒打到他啊 是不是打不太到啊 先往右邊跑 哇!那個有毒 喂! 喂! 那個要這麼躲啊 我知道了 他剛剛是不是放了一個綠色的光環啊 然後那個綠色光環 我應該是要跳起來躲掉之類的 或者是防禦嗎 我不確定欸 總之我現在想辦法打到第二階段再說 哇! 真的是比想像中還要難欸 OK!來了!第二階段 我剛剛又死了不知道多少次 才終於到第二階段喔 這也太難了吧 他這個 如果掉下來的時候好像會放一個毒氣喔 所以這個要往外跑的感覺 OK!沒有錯就是這個喔 但是他的大招 我如果被那個打到的話一定會死掉喔 看起來是這樣子欸 欸!等一下! 招架! 啊!要出去了! 欸!那要怎麼躲啊! 哇靠! 哈哈哈哈 那招我真的看不懂欸 OK!又來了 又是第二階段喔 現在第一階段已經對我來說沒有難度了 我只要小心第二階段的那個毒就好了 我要先學會要怎麼把那個毒給解決掉喔 嘿!喔!跳過就可以了 欸!這個!我懂了! 那個東西是會讓我受傷的喔 原來他是丟一大堆的 呃...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會叫出蝙蝠叫聲的一個怪物喔 完了完了 要先往外 然後跳起來 欸!那個好痛喔 天啊! 那什麼東西啊 而且那個也沒辦法格擋喔 先往外先往外 欸咻!要趕快 一直把視角轉到他中間 不然都不知道這隻BOSS要幹嘛 好痛好痛 完蛋了 突然又不會玩了 欸!招架一下 然後往外跑喔 還要開大絕了 先往外 沒有!沒有開大絕欸 為什麼? 嘿!再往外 嘿!喝個藥水 然後...招架一下 招架之後 如果我身上有一個白光的話 就是可以無敵一陣子喔 他...幹了什麼? 他好像幹了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但是我沒看到啊 招架!完蛋了 完蛋了!啊! 哇! 那個真的好難喔 我看不出來時機欸 OK!又來到第二階段了 有夠快的欸 我到第二階段的速度越來越快了 完了! 哇!那個!要快跑!要快跑! 那真的是有夠危險欸 只要看到他的法杖飛上天空的時候 我就要往外跑 拉距離然後看那個狀況了 哇! 只要被那個... 連續的刺激打到的話 就會死掉欸 哇! 沒事沒事 不過只要看清楚 應該就是有機會的 完了! 招架一下! 有招架住了 然後先往外喔 喔欸! 他的攻擊有夠快的 還會瞬移啊 這也太難了吧 欸! 什麼東西 我怎麼又死掉了 唉唷! 好難喔 來了! 啊! 這是我第八還第九次挑戰他了 差不多該夠了吧 好像不止欸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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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舉起來! 他跳起來了! 喔!沒事欸! 這是什麼新招啊! 沒看過了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嗎? 沒有! 我都看不出來 他是想要丟那個 會把我秒殺的大招還是什麼的 啊!那什麼! 啊! 他丟了什麼! 完全看不出來 他讓我黑暗了 先往外跑 啊! 沒死! 還活著 可是快死了 喔! 啊! вроде 還算活著 再從這邊砍一下 然後再往前 porque 再往外 okok還活著 再往外 我不想死 反 Bai 我已經打到剩下快要三分之一條了 我不能在這邊死掉喔 在這邊死掉的話我覺得我一輩子都過不了了 可以可以就是這一次的感覺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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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感覺到了就是這種感覺 阿正先往外飛 讓他抓不到我就好了 然後再往外再往前 先把他拉過來中心點好 趁這個時機不確定他到底要幹嘛的時候 我就這樣一直左右 快速移動 他應該就打不到我了我猜 OKOKOK然後再繼續移動喔 OKOKOK沒問題 我好像躲掉那一招 一直把我秒殺的大絕招了 快了快了快了 哇 哇終於成功了 他剛剛講話好快喔 如果沒有成為這樣的天使 就好了這樣就能再見到 那傢伙了嗎 為什麼後面還在還在爆炸 這個人物好像放錯了 應該要是後面的那個愛情之神才對喔 有一天那傢伙拿著花過來 跟我說著 因為這朵花跟我很像 明明他只是個人類而已 他每次來的時候一定會帶著那朵花過來 有一天災害發生了 這次的災害跟以往的災害比起 根本是無法比較的程度 在那之後 血雨降下了 王國也不像以前那麼一樣 有那種熱鬧的感覺 那朵花也 枯萎了 所以愛神他曾經被一個 應該是男性人類糾纏吧 為什麼都把重要的東西給剝奪了 為什麼那個人會死掉呢 為什麼 原來愛神跟那個人類陷入了愛情是吧 然後那個愛神現在已經 因為可能這件事情的關係吧 所以讓他變成 墮天使他應該也是算個天使啦 變成這樣子的富有攻擊性的感覺 沒有理智了 我猜啦 終於我成功打掉了愛神DXBOSS喔 哇有夠難的耶 不瞞各位所說啊 我私底下把難度給調成了 簡單模式 沒辦法 因為真的太難了 這次愛神不是開玩笑的耶 有夠強的 然後我來看一下這邊的場景喔 好像是一個祭壇的感覺嗎 上面還比了兩根鐘子 阿斯不要在奇怪的時機講不好的話喔 上面還放了兩柱箱的感覺 在祭拜花神 愛神啊不是花神喔 哇 哇 這個神殿 怎麼充滿了淒涼的感覺啊 那個愛神不見之後的感覺都怪怪的了 好啦那再來我就先回去吧 喔 炎之天使引起的血之災害比想像中的還要更嚴重 全部的人類都變化成了污秽 所以是因為他剛剛說的血之天使所以那些人才會 人類才會變成那個污秽喔 啊我打的那些都是人類變化成的怪物是吧 好像是這樣耶 然後這邊叫做羨慕的夢喔 所以我們的應該每個區域都是應該說是以夢為名稱在命名的嗎 然後我看一下他說什麼 除了姐姐以外的所有天使都深陷的污秽之中 只有一個人就是你姐姐被留了下來喔 喔是這樣子喔 等一下姐姐的臉現在有點黑耶 沒問題嘛我是不是也要真的快要變成墮天使了 因為那個關係所以大家都開始變得越來越奇怪了 喔原來是這樣喔 只是為什麼莉娜莉亞我的妹妹她會有辦法再見到我啊 欸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耶